我想未來在憲法法庭裡面 關於本案到底有沒有違憲 這個正式的辯論 至今才可期 至今才可期 那也希望藍白的立委要加油 所以接下來的辯論 研究辯論是8月6號 8月6號 對 因為藍白的立委 我看他上一次有抱怨說時間不夠 我就覺得很奇怪 法是你定的 法是你立的 提案是你寫的 你怎麼會說你研究這個法的時間不夠呢 這到底在講什麼 你應該是全國最熟悉 你訂的法的人 一下子抱怨時間不夠 準備的太短 一下子抱怨翁小玲說他沒睡飽 我的老天 我的老天 接下來到8月6號 正式辯論前還有時間 然後就不要再想想說什麼 在這段期間裡面 要趕快把這法拿去用 因為大法官已經按照我們的憲法訴訟法 暫時凍結起來了 那也希望朝野各黨 特別要尊重大法官 這一次的暫時處分 不要說這個玩遊戲輸了就要給人家翻桌 遵守我們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這個是我們跨黨派都應該共同維護的價值 好我們請教一下阿苗 在剛剛針對這個憲法的暫時處分有了最新消息 目前是說 第25條第45條跟第47條規定暫與適用 是暫時處分嗎 其他的部分是申請駁回 你可以幫我們講解一下嗎 這個剛剛進來的憲法法庭的新聞稿 在這個新聞稿裡面 這一次藍白所強推的這個國會濫權的法案 大多數被宣告暫時停止適用 那麼只有少部分就是修正前 原來舊的還沒有修法前 舊的25條45條跟47條可以暫時適用 這什麼意思呢 首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暫時停止適用 不是說宣告他違憲無效 只是暫時凍結住 那這個暫時凍結住的話 那立法院之後往後如果開會 還是要質詢 還是要問官員那怎麼辦 就是適用舊的這個法條 所以25條原本是藐視國會這一條嘛 對不對 25條就是禁止反質詢 以及藐視國會這一條 現在被凍結下來 對 然後還有包括 對不對 對 按照舊的 那45條這個部分就是 也是之前比較有爭議的嘛 是是是 關於這個他的大法官 他的新聞稿裡面講的還蠻詳細的 不過簡單來講 就是所謂的調查委員會 跟調查專案小組這些 因為他涉及到一般百姓 涉及到一般百姓 所以大法官 我念一下大法官 他寫了一段 我覺得寫得蠻好的 他說這些相關文件資料 檔案證言跟陳述內容 所包括的重要資訊或秘密 一旦被迫提供或揭露 往往如覆水難收 對人民受憲法保障相關權利 例如隱私權 資訊隱私權 保障營業秘密的財產權 跟不表意自由 會造成不可逆的損害 而且沒有回復的可能性 所以在這個所謂調查小組 牽涉到一般百姓的部分 也是被大法官暫時凍結起來 先不適用 然後所以還有包括說要叫一般百姓 到立法院去問話 也被凍結起來 所以阿川啊 你暫時沒辦法去 立法院 暫時沒辦法 想去沒辦法去 還有國情報告 總統國情報告的部分 第15條之四 也被暫時處分了 所以立法院才說 做成決議要邀請賴清德總統前去 不過呢這個大法官已經把他新修正了暫時停止適用 那在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裡面新聞稿所揭露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比較特別的是關於這個暫停適用 大法官還有做出這個所謂同意跟不同意 這個同意跟不同意的人數表 你可以看到 除了在立法院執行司法 關於第25條 也就是反質詢跟藐視國會那個部分 有兩位大法官有不同意見之外 其他的暫時停止適用 都是全體一致認同 然後大多數 這個關於第25條也是大多數 總共15位 有13位都認同 所以我想呢 這個未來在憲法法庭裡面 關於本案到底有沒有違憲 這個正式的辯論 至今才可惜 至今才可惜 那也希望藍白的立委要加油 所以接下來的辯論 顏值辯論是8月6號 8月6號 對 因為藍白的立委 我看他上一次有抱怨說時間不夠 我就覺得很奇怪 法是你訂的 法是你立的 提案是你寫的 你怎麼會說你研究這個法的時間不夠呢 這到底在講什麼 你應該是全國最熟悉你訂的法的人 一下子抱怨時間不夠準備的太短 一下子抱怨翁曉玲說他沒睡飽 我的老天啊 我的老天啊 接下來到8月6號正式辯論前還有時間 然後就不要再想想說什麼 在這段期間裡面要趕快把這法拿去用 因為大法官已經按照我們的憲法訴訟法 暫時凍結起來了 那也希望朝野各黨 特別要尊重大法官這一次的暫時處分 不要說這個玩遊戲輸了就要給人家翻桌 遵守我們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這個是我們跨黨派都應該共同維護的價值 好所以我們請教翊川哥 因為現在看起來藍白提出很多法條 目前都是因為違憲 所以暫時處分 那接下來等到8月6號 所以接下來藍白還要在統交作業嗎 反諮詢這些要重新再講嗎 你今天暫時處分是說有藐視 有這個違憲之語 比較多官還沒說他們違憲的 就是說有這個疑慮 所以他舉了一些過去的市制來解釋說 這個可能可能會違憲 因為還沒進到真正的這個違憲或核憲的辯論 還沒進到 但是今天通過有幾項 就是總共有六大項 就先暫時處分 第一個叫國情報告 總統去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第二個 這黃國昌上次交了作為那個反諮詢的那一題 那一題 因為他如果反諮詢會去刮 反諮詢會去刮 什麼法治 這件事情 第三個是人事同意權 他有規定一個人事同意權 最少要省多少時間 你不能送來 所以心好 然後人事同意權的過程當中 你要交什麼資料 各位記得嗎 要交什麼前幾年的報稅資料 有沒有 那個都先暫時暫停 第四個是調查權 調查權的時候成立什麼 靜電室 假裝的 如果要成立一些調查 小組的這件事情 也都是先暫停的 接下來是聽證會 聽證會就是要找什麼專家來聽證 然後聽證會 你如果不來 會被罰錢的 那個聽證會 現在也暫停 那最後一個就是 藐視國會 藐視國會 因為沒有什麼定義 就叫做暫停 但是各位要知道 就是說他只是暫停 因為你如果沒有暫停 他會繼續走下去 可是不代表 這一個憲法法庭 今天做成的決議 國民黨拿的這些 全部都是違憲的 還沒 八月六號才會第一次 有這一個辯論 國民黨也換就輸了 他們有一個律師被換掉 曾經秀 換成這個夜慶園 那就是可能要去玩家 那就是 就是他們已經換律師了 所以現在雙方的陣營 的這個包括律師 跟這個代表人 大家都還在密切的開會 你想民進黨那天 那個立法院修復 拜祭修復 拜祭修復十二點過 民進黨這個小組 這個就是要辯護 這個違憲的 這個憲法法庭的小組 十二點開始開過 那不是那十二點一大堆律師 就繼續討論 接下來八月六號 大家的這個訴訟上的 這一個策略 但是另外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國昌那天高期的作業 這個代法官 三個六天之後 一一一說 這有說怎麼不說 所以他拿去 但是黃國昌 你還是有機會 在接下來八月六號的那一場 開始的第一次的編論裡頭 繼續看 的